根据新的数据显示 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表示 他们一直存在新冠后遗症 并仍在与病毒作斗争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 周二早些时候发布了两份新报告 研究了2022年国家健康访谈调查的数据 他们发现 根据2022年美国人口普查估计 到2022年 6.9%的成年人相当于约1800万美国人 报告曾患上新冠后遗症 而3.4%约880万美国人 表示他们目前患有这种疾病 与此同时 1.5%的儿童 约100万美国人 曾有新冠后遗症 而0.5%的儿童 约36万人 报告目前患有新冠后遗症 新冠后遗症或长期新冠 是指患者在清除感染至少四个星期后 仍然有症状时发生的情况 在某些情况下 症状可能会持续数月或数年 CDC表示 症状各不相同 可能包括疲劳 呼吸困难 头痛 脑雾 关节和肌肉疼痛 以及味觉和嗅觉 持续丧失 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导致人们出现新冠后遗症 但研究仍在进行中 在第一份报告中 NCHS团队对成年人进行了研究 发现女性比男性 更有可能曾经或目前患有新冠后遗症 报告发现 表示自己目前患有新冠后遗症的女性人数 4.4%几乎是男性的两倍 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为2.3% 就年龄而言 35岁至49岁之间的成年人 最有可能在某个时候 或目前患有新冠后遗症 其次是50岁至64岁之间的人 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患 这种疾病的可能性最小 在种族合族裔群体中 拉美裔成年人 最有可能出现新冠后遗症 为8.3% 其次是白人 为7.1% 黑人为5.4% 亚裔为2.6% 然而 在目前存在新冠后遗症的人群中 白人成年人的比例 越高于西班牙裔成年人 比例为3.7% 而西班牙裔成年人为3.4% 第二份报告 针对17岁及以下的儿童 发现许多结果相似 例如 女孩比男孩更有可能 曾经或仍然患有新冠后遗症 此外 西班牙裔儿童报告 先前有新冠后遗症的比例最高 而白人儿童报告 当前患有新冠后遗症的比例最高 按年龄组划分 12岁至17岁之间的儿童 最有可能曾经或仍然患有新冠后遗症 分别为2.0%和0.8% 与此同时 1.0%的8岁及以下儿童和0.8%的8岁至11岁儿童报告 曾患有新冠后遗症 而最年轻组的0.2%和中间组的0.3%报告 目前患有新冠后遗症 作者写道 虽然目前患有新冠后遗症的儿童比例较低 但观察到的年龄差异仍然存在 报告引用了全美商业实验室血清阳性率调查的数据 发现目前约92%的儿童血液样本中含有抗体 表明以前曾感染过 但儿童中新冠后遗症的情况相当罕见 今年早些时候 拜登政府宣布将成立一个新的新冠后遗症研究和实践办公室 以研究这种情况并帮助那些被诊断出患有该病的人 该办公室隶属于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负责持续协调整个政府对新冠长期影响的反应